大家好,我是陈岳 昨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美国的大选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变与不变 认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大格局是已经确定的 无论是美国谁当领导人 虽然对华关系的策略做法上会有所不同 但是很多战略方向上的大格局其实是确定的 是不会变的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我昨天的节目 那今天我们继续延续昨天的话题 那么围绕着美国总统大选的最近进展 特别是到现在为止 可以说是美国的大选是一波三折 从选前我们知道美国各大主流媒体 他一致性的看好拜登大幅的民调的领先 到昨天开票之后 我们会发现这个特朗普呢是强势的反扑啊 那么各个地方呢都取得了这个战绩 对吧 那么有反超拜登拿下选举的这个架势 但是到了北京时间的昨天夜里呢 哎 情况再次发生了变化啊 随着摇摆州邮寄选票的逐步开票 那么拜登呢在摇摆州拿下了一些选举人票 而截止我们在录影的这个时刻呢 拜登已经拿到了264张选举人票 而最有利的最有利于拜登的消息呢 是目前的这个有六张选举人票的内华达州 那现在呢是拜登领先于川普 也就意味着假设最终内华达六张选举人票被拜登拿下 那么就算其他像宾州呀 其他三个啊 这个现在还没有出最终结果的摇摆州都被川普拿走 那么拜登呢 依旧以刚刚这个刚刚正正好的这样一个270张选举人票呢 就赢下了大选 这个270张选举人票什么叫刚刚好呢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考试 对吧 不多不少 刚刚考60分及格 那少一张都选不了 就不能当选美国的领导人 那多呢 他也多不了 对吧 那么这一切呢 对于川普呢 特别是对于美国呢 恐怕呢 他不是一个啊 这个选举啊 搞来搞去的这样一个混乱的结束 而恰恰有可能呢 会造成美国的混乱的一个开始 甚至我们今天都可以大胆的预测呢 那么目前美国选举的走向呢 可能会导致一场美国的宪政危机 目前包括中国 俄罗斯 欧盟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紧盯着美国的大选走向 当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呢 如果这个如同像我昨天节目中所言 中国要走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对吧 我们呢 也看到中国昨天呢 宣布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扩大开放的措施 那么今天如果有时间呢 我们也来谈一谈中国的应对之策 我们先回到美国大选最新的情况的分析啊 在当地时间的11月4日 那2020年美国大选呢 步入了第二天的这个选情 那么在一夜的胶着之后呢 我们看到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 对吧 他凭借都市区选票 还有陆续开出的这个邮寄选票的优势呢 在密西根州呀 这个反超了共和党的候选人特朗普 那么这是选情开票以来的最关键的一个转折 那么拜登呢 似乎已经离他所需要的270张的这个 总统候这个胜选的选举人这个票数呢 越来越近了啊 并且呢 有进一步扩大的这个优势 如同前面所说 对吧 拥有六张选举人票的关键的内华达州 他现在的点票率呢 超过了67% 而现在的拜登呢 以百分之49.3的得票率呢 是领先于特朗普的48.7% 而这一切形势的变化呢 都让特朗普阵营呢 是难以接受 特朗普本人还有他的竞选团队 对此呢 就提出了异议啊 就是不同的看法 甚至呢 这个言辞呢 非常激烈 我们看到美国政治新闻 这个网站的数据显示呢 特朗普在威斯康辛州得票这个率呢 领先七个小时之后 被这个拜登反超 那么特朗普阵营的一名经理 在11月4日就发表了声明说呢 特朗普将要求威斯康辛州呢 立即重新计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呢 就说评论说呢 这个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表声明 已经在密西康辛州提起诉讼 走法律程序 并且立刻要求该州停止计票的这个活动 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早晨吧 在这个网络上浏览关于美国大选的各路消息 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视频 在美国呢 现在可以说是有给人一种满地风火的感觉 那特别是在一些 这个一些敏感地区吧 就是计票的一些工作人员 在一个区域内还在紧张的计票 但是外面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呢 已经不停的在拍打着门窗 那些玻璃不停的在高喊着停止计票 那么这个呢 也是特朗普呢 在推特上面呢 向他的支持者喊话 就是说 那美国应该立刻停止计票啊等等 反正现在局势呢 的确很不明了 那么特别呢 我们看到呢 这个特朗普阵营呢 就要求对吧 立刻停止计票 并且知道呢 这个该州获得有意义的权限 来观察开票和计票的过程等等 那不过呢 我们看到CNN也说到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这个诉讼呢 被提交了啊 可能只是口头说 我们要走法律程序 那么仍然呢 后续要留待观察 密西根州的法院也说呢 现在还没有收到 特朗普阵营的诉讼申请 在威斯康辛州和密西根州的 结果公布之后呢 特朗普在11月4日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面 就连发了多条推文 表示不满 称呢 这个在原本领先民主党 这个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很多个州 突然就意外的出现了大量的选票 那特朗普其实发这个推特呢 会使他的支持者情绪怎么样呀 高涨 让他的支持者觉得 我们被欺负了 对吧 然后呢 对方造假啊 等等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煽动他的支持者啊 这个来鼓动这样的一个情绪 那么特朗普的推文还表示呢 说这个说之前我都领先 对吧 很多时候呢 我都是遥遥领先的啊 那在很多个关键的州呢 甚至这个而且呢 几乎全都是民主党执政 或者由民主党所控制的 然后却一个一个的奇妙的消失了 而一堆堆的意外的出现 这个大量的选票遭到了啊 这个这个采计就是计票 那非常的奇怪啊 等等 那么你看他讲这些话 都在暗指什么呀 暗指说这个在民主党所执政的 这些州 就当州长呀 这些 或者说呢 这些呢 这个我的选票 后来拜登的选票追上我啊 超过特朗普呢 都是由于你们是民主党执政的 你们是被民主党控制的啊 然后呢 我特朗普是被欺负的 然后呢 你们所现在统计进来的 很多支持拜登的选票呢 都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 一堆堆的这样的选票 啊 那么这个特朗普的 这个在推特上面发这样的信息 这样的指控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是非常糟糕的 对吧 你想 因为特朗普的很多选民 很多支持者 都 我咱们说的话 讲直一白 直白一点 都是受教育程度非常低的啊 也就是讲 咱们这话讲 斯维尔就是粗人吧 比较多啊 那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就容易被煽动啊 他就相信特朗普说的话 他就是川粉啊 那这个呢 我们倒也不是说这个 好像就一定会去怎么样闹事 但是最起码呢 让他的支持者呢 在情绪上呢 会非常的这个焦虑啊 非常的觉得被欺负了啊 可能会做出一些不好的举动 那同时呢 他还说这个民意调查人员完全搞错了啊 历史上要记上一笔啊 就是把自己呢 放在历史被欺负了这样一个悲壮的角色 那么对于特朗普威胁要提起诉讼呢 我们看到拜登的竞选顾问啊 杜恩呢 在十月四日也发出了警告啊 可以说现在是呛啊 彼此就呛啊 如果说将选举官司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 那么特朗普将遭受惨败啊 这个是拜登阵营的发言人 就是反呛特朗普 他提到呢 特朗普将面临美国有史以来 一个总统所能遭受的这个惨重失败 那么杜恩还强调呢 只要竞选团队确认 拜登拿到了啊 270张的这个选举人票 就是过了这个门槛的话 那么就会立刻宣布拜登胜选啊 不管新闻媒体是否宣布计票结束啊 等等 那么这个表态呢 也非常强硬 讲白了就是 川普你要告 咱们就去告 对吧 告到最高法院呢 也要把他打赢官司 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高法院 川普最近一两个月 刚刚提名了一个大法官 对吧 那现在呢 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里面呢 保守派阵营呢 就是川普 支持川普这个传统价值的这个阵营呢 他的这个人数呢 是占多数的 所以未来的这个走向怎么走呢 非常敏感啊 那么如果说 走到最高法院或者是这个司法官司上面呢 一直迟迟的啊 美国产生不了一位领导人 或者说呢 最高法院的判决啊 让其他国家认为有失功允的话 那么美国所谓的这个这个他的这个可能呢 他的这个政治运作的模式呢 真正的就会面临一场宪政的危机 那么当前拜登是以264张选举人票领先于特朗普的214张 这个前面有说啊 那么两人呢 需要获得270张以上的选举人票 那才能够宣布胜选 我们联想到几个月以前 就是特朗普呢 就聘请了上千名的律师 以及呢 紧急提名啊 刚才提到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那么再结合特朗普现在不承认现在的计票结果 认为已经过了计票的时间 那么现在川普的支持者呢 已经包围了一些计票点啊 高呼呢 要停止计票等等这样的举动 让人呢 难免担心美国的这一次大选啊 一方面呢 是严重的撕裂美国社会啊 彼此对立情绪呢 极其高涨 那同时呢 也会造成无法及时产生总统 甚至引发美国的这个宪政危机的这样一个情况啊 前面有所提到 那么这一切呢 就好像一个剧本啊 写好的一样 那么选举之前就有舆论普遍的去预测 美国大选11月3日投票日呢 这个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呢 如果没有能够决出胜负的话 那么像威斯康辛州呀 密西根州呀 密西法尼亚州呀等等 这几个关键的战场呢 他的计票呢 延迟的话 那么拜登凭借邮寄选票优势 后来居上 胜出的可能性大增 大增啊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率先宣布胜选 并威胁让百万选票 这个作废啊 那么等等 那么给此次的大选呢 留下了走向呢 就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刚才讲的一大端的这个描述呢 其实听起来就好像是现实 对吧 但其实这些呢 都是在选举之前预测的机构的预测 预测的情况 可见呢 现在的美国现在的举动呢 他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但是呢 特朗普的很多做法呢 其实很多人呢 也把它看透了 那就是说 赢了是我赢了 输了就是你作弊 输了呢 就是你这个 这个不遵守规则 你做假票等等 那并且呢 提前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大法官 准备好了上签名律师 所以呢 后续的发展呢 非常值得观察 也许呢 这仅仅是一场 这个旷日持久的 彼此争斗的一个开始吧 那么在战场州 邮寄选票尚未统计结束 特朗普单方面宣布胜选 并且威胁作废 这个百万票选票 这种情况呢 比2000年的时候 这个小布什和戈尔 当时围绕着 佛罗里达州的 这个蝴蝶选票争议呢 所引发的长达一个月的 选举争议和诉讼的攻防 更加的严重 在美国需要通过此次大选 恢复自身选举体制 信用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么特朗普的这些言行 那么对信用下滑的 美国选举制度来说 无异于是一种 这个雪上加霜的情况 可以说呢 是对美国整个 政治体制运作的一种侮辱 从特朗普持于拜登 三个小时的出面表态来看 特朗普对丢掉 亚利桑那州 非常的失望 因为这个呢 也让很多人觉得 这个不可思议 亚利桑那州是传统的支持 共和党的州 那么但是呢 这些年它里面有很多的墨西哥裔 对吧 一些移民 大家都知道墨西哥移民呢 它有很多的 这个特朗普之前 在第一任的 第一任任期之内呢 要盖墙 对墨西哥移民呢 非常的不友好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非常复杂的 种族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传统的 在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的势力呢 那么和这个特朗普呢 也是不对付啊 反正呢 就是各种因素吧 导致传统的共和党的这个州呢 亚利桑那州呢 结果被拜登拿去了 那么这一点呢 对特朗普来说呢 可以是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那么特朗普自己呢 和团队呢 存在很多的败选的顾虑 那从这个州 亚利桑那州丢掉 又开始特别明显 在这种心理的状态之下呢 特朗普最怕的三个战场 战场州后续的邮寄选票 那么对自己呢 是不利的情况 虽然特朗普内部预估 存在败选的可能性 特朗普在白宫呢 是高调宣布 选举存在舞弊的行为 那么威胁 要否定啊 后续的计票等等啊 等等说话说的呢 比较就比较硬了 那么目的呢 就是要做舆论的动员 那为自己不承认邮寄选票的 结果呢 做铺垫 如果拜登反超 不排除特朗普 怂恿自己的支持者 对抗不利于自己的 这个大选结果 在已经严重撕裂的 美国社会和政治的氛围之下呢 特朗普的这种动员 很容易得到响应和支持 总之呢 这次大选正在 向美国民众所担心 和争议的方向呢 在发展 特朗普作为掌权的 现任总统 在选举国 选举结果 对自己这个不利的 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么很有可能 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来质疑和否定 选举的结果 那么期间呢 不排除滥权的可能性 拜登和民主党方面呢 也绝不会妥协 那么这场争议 到底如何去解决 如何去化解呢 都会对美国 他整个的这个 民主程序也罢 或者他的公平性 与公正性 他的这个民主体制的 正常的运转情况呢 带来一个巨大的冲击 那么这次美国大选 除了对美国国内社会的冲击巨大呢 那么对国际局势的影响呢 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因此呢 其他国家也都在高度的关注 美国这一次大选的一个情况 包括像中国 俄罗斯 欧盟 都在谨慎的看待选举的结果 同时呢 还将焦点 聚焦在了这个选举 所引发的 美国社会的混乱上面 不过呢 有两个国家 就是巴西和斯洛文尼亚的首脑呢 对于特朗普胜选呢 到现在依旧是充满信心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看 世界各国 都是在如何传播 这一次的美国大选的啊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看中国的 大概的情况吧 那么中国的社交媒体 微博上面呢 抗议者齐聚 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的视频呢 是广泛的流传 那么波特兰民众呢 上街抗议 乃至焚烧美国国旗的视频呢 也被频频的转发啊 相关的内容呢 就比较多 包括像环球时报 胡锡进呢 就调侃说 美国酝酿着巨大的选举争议 考验美国法律的时候到了 那基本上呢 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那么相较于媒体和网友的 这个这样的一些看法呢 那么中国呢 本身这个政府层面呢 就没有过多的表态 那包括外交部翻译人汪文斌 在11月4号的时候呢 在记者会上就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国 这个总统选举正在进行中 那么结果尚未确定 那基本上是比较中性的一个表态 那这是中国的情况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 这个政府的电视新闻频道 俄罗斯24 那么连续无间歇的分析 与报道美国大选 一位主持人评论说 我们继续关注这种疯狂 对吧 这种疯狂的这个举动 不过呢 莫斯科官方呢 目前还没有对美国的选群 做出评论 但是呢 已经有亲政府的这个政客 公开嘲讽 这个美国大选是一种乱象 除了中国和俄罗斯 我们看到欧盟 那么特朗普呢 称会将某些州的计票 这个情况呢 告上最高法院 那么这一番言论呢 引发了德国官员的担忧 那么一位高级官员就警告呢 说到美国可能出现爆炸性的局面 和潜在的这个宪法危机 就是我们前面评论的宪政危机 那么比利时前首相 现任的欧洲议会议员 福斯达呢 也对美国的混乱局面感到 这个遗憾 法国媒体普遍关注 美国大选的戏剧性 但是法国官方对于美国大选 持有一种这个无所谓的态度 爱怎么选怎么选 对吧 法国外长这个乐德里昂呢 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美国已经好多年 没有把欧洲国家认真的当成门友了 那么今晚还是明天出结果 究竟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 对于上述战略现实呢 都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那么认为呢 这个美国还是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 把欧洲放到一边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英国的这个政界呢 对于美国此次大选呢 表露出了这个格外的谨慎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 在被媒体问及 如何看待美国这次的大选的时候呢 就说到 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 对吧 选情呢 远比很多人要评估的 要更加的接近 那么一些英国的媒体已经指出 此次美国这个两大竞选人的 这个英国政策呢 是近未分明 特朗普支持英国脱欧 那么愿意尽快与英国达成自贸协定 而拜登呢 则明确反对英国脱欧 甚至表示要优先与欧盟谈判 自贸协定 那么这个呢 对欧盟来说 对欧对这个英国来说呢 变数就比较多了 那么我们看看亚洲的大国 林印度 印度外长秘书这个秘书 习林格拉近日接受德国之声 新闻频道访问的时候表示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不太可能 影响印度与美国的关系 那么因为印美关系呢 是基于这个美国两党的支持 他指出呢 拜登已经清楚的表明 他重视牢固的印美战略关系 在印美关系上呢 拜登和特朗普有同样的看法 那么这个是印度方面的一个这个态度 那么日本方面呢 这个日本政府对谁当选下一任的美国领导人 同样保持谨慎的看法 日本首相金一伟 11月4日呢 就表示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本 那么叛与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好好交往 那么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也表示 美国总统是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当中 权力最大的援手 那么美国和日本呢 不论是防卫上或者是经济上呢 都有很深的关系 日本呢当然是关注这一场选举 那这基本上呢 我个人认为呢 也是日本的一个传统立场 那么还另外呢 我们看到东南亚的国家 菲律宾 菲律宾总统发言人 罗奎11月4日表示 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 那这个非美关系呢 预计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他还说呢 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 涉及到两国这个元首的个人关系 那他提到这个一段时间之后呢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可以与这位选举胜出的 这个新的美国领导人 建立同样热露的个人关系 即使不是特朗普总统等等 那这个呢 其实菲律宾的说法呢 和传统上我们所认知的 杜特尔特的路线呢 其实是不太一致 但不管怎样 在美国大选这样的一个时刻呢 任何国家对于美国国内的 这一场选举 表现出一种谨慎的发言 和谨慎的态度呢 我个人认为呢 都是这个正常的啊 都是合理的 那除了这个前面所提到的 谨慎发言的一些国家呢 那我们就看到了 有两个国家机器支持川普啊 一边倒的压保川普 那第一个呢 就是巴西 巴西这个相较于大多数的国家 对美国大选的这种 这种谨慎态度呢 巴西总统这个博索纳罗 在十月四日表示呢 他希望特朗普能够在这场选举中 脱颖而出 并且强烈抨击拜登 对于保护亚马逊与林的 这样一种言论 博索纳罗对支持者说呢 我的立场很清楚 我和特朗普关系非常好 我希望他连任 这个可能也是啊 比较这个也符合巴西人的性格吧 比较的对吧 这个豪迈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们看到的是斯洛伐克啊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呢 比较特别一点啊 那么他呢 他的总理这个 杨沙呢 在十月四日公开祝贺 特朗普胜选连任啊 这个就有点扯了 因为根本就 美国国内呢 并没有认为 或者是选举还没有结束 对吧 那么他就已经祝贺 特朗普胜选连任了啊 根据这个法刑社的报道说呢 这个杀杨杨呢 或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祝贺特朗普胜选 以及连任美国总统的外国官员 斯洛文尼亚是美国第一夫人啊 梅兰尼亚的故乡啊 就是特朗普他 他的这个太太的故乡了 那么梅兰尼亚呢 已经入籍了美国 美国最为全球 这个 这个全球 这个综合国力第一强大的国家 对吧 那么梅兰尼亚呢 作为美国的第一夫人 那显然呢 他来自于斯洛文尼亚 所以呢 得到这样一个特别的支持呢 我想这方面因素呢 也是比较重要吧 呃 还是一样吧 那么美国的这个情况呢 面临这样一场巨变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世界各国呢 都紧盯着美国的局势发展 对吧 来观察 啊 非常谨慎的回应 我想这是一个比较这个 可以理解的态度 那么我们回到中国的态度上 从最近的这个十四五规划啊 以及呢 二零三五啊 原中国这个长期发展的一个远景规划的 内容呢 可以看见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上面呢 还是会聚焦在自身的发展的使命上 啊 所谓的国富民强 对吧 科技自主啊 全方位的发展自己 那么就在十一月四号 美国大选如火如荼的啊 这个当下呢 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呢 也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的 那么中国的这个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开幕式呢 在上海举行 那么这个呢 已经是举办了第三年 讲白了就是呢 中国作为一个主场 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啊 这个让全世界的供应商 全世界的产品呢 都来这里来共同呢 来在享受啊 中国市场带给他们的机会啊 就是这样 那么同时呢 举办相关的论坛 促进中国的啊 和全世界的商业合作 那么在会议上呢 中国国家领导人通过视频发表了讲话 并且呢宣布要全面扩大改革开放的新举措啊 那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 在过去两届进博会的开幕式上 中国都宣布要对外开放的一些重大举措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2018年的时候 当时呢 是第一届啊 这个第一届进博会上面就宣布了 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 并且试点呢 注册制 对这个对于中国金融的发展 对于中国金融业支持 或者是呢 发展中国的科技创新 那科技发展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这个战略性的举动 那到现在为止呢 科创板呢 已经孕育了非常多的这个 很成功的高科技企业 那么未来中国要实现科技自主 要突破卡脖子的问题 不能仅仅去勒紧裤腰带 对吧 裤腰带是要勒紧的 这个节俭 但是呢 也要有这个资本市场的运作 这个已经是在国际上的比较成熟的做法 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呢 科创板所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这个是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问题 那同时呢 比如说试点注册制 那么这个是对于中国金融改革 和中国金融整体的这个金融发展水平呢 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 那这是2018年啊 进博会上的重要宣布 那么2019年呢 在进博会上呢 就宣布 中国持续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五大要点 那这一部分呢 就不详述了啊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看一看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呢 一定是啊 这个 比以前的政策相应的呢 要放得更开 对吧 那么很多原来可能啊 包括这个股权持有呀 然后呢 一些禁令呢 可能会取消啊 那更多的这个企业呢 包括金融业科技业各方面 能来到中国市场 并且让他们呢 去拥有主导权等等吧 那么如今呢 我们看到整个开放措施呢 正在啊 这个落地当中 那么这些开放措施呢 都使得中国的经济呢 与世界的经济呢 也能够进一步的融合 那中国的领导人强调呢 从历史上看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险 什么样的灾难啊 什么样的这个潮流 那么人类社会呢 都是要往前进的 各个国家走向开放 走向合作的 这个大趋势呢 是没有改变的啊 当前呢 美国2020年的这个总统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 对吧 如火如荼的进行 共和党候选人 这个特朗普 与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的竞争 这么样的胶着 这么样的激烈 那甚至双方的支持者 爆发多次的冲突 这个是美国的情况 那当然我们对于 美国社会撕裂 那这个政治走向 不明朗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的确 它不仅仅是美国的事情 它也是世界的事情 它的动荡呢 可能会波及全世界 我们当然也希望呢 美国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 那当然是比较理性的稳定 千万不要再搞一个 这个特朗普这样的分子 对吧 但我也知道 很多朋友呢 就觉得特朗普上台好呀 我们支持特朗普 对吧 但是从怎么说呢 这个特朗普是个乱搞的人 他把美国搞得很乱 他也把世界搞得很乱 那当然了 是一把双刃剑吧 对吧 那他破坏了美国 也破坏了世界 好处就是 也不能说好处 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呢 他让美国的国力 这个就是说 在世界的软实力也罢 或者美国的国力也罢呢 那么可能呢 这个会出现更快速的下滑 但是呢 他对世界的影响呢 也不可小觑 那么可能会对全球贸易 全球化 全世界面临的很多共同立体呢 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吧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美国目前选举一直在延宕 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呢 我们反观中国 对吧 那现在呢 正在如期的举行这个进博会 那么和世界各国呢 来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 推动世界经济的复苏 那么今年的进博会上 中国宣布将全面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包括呢 要出台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 在数字经济 互联网等等领域呢 持续的扩大开放 要深入开展 贸易与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的改革和创新 那同时呢 要压缩 中国禁止进口限制技术的 这个目录 这个文件 这部分呢 也是一个开放的一个举措吧 那么为技术要素 跨境自由流动 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这些呢 是在前年 这个科创版注册制基础之上 去年的扩大开放的五点之上呢 那今年呢 又有一些新的举措 此外呢 中国还将继续完善 公开透明的 对外的这个法律体系 那么强调呢 要强化知识产权的 整体性的保护 要维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而这一系列最新的举措的宣布呢 都在落实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 努力发展中国经济社会 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对接 那么这与过去几年 美国特朗普政府所做的 逆全球化的举动呢 实际上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目前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界呢 对于中国 中美关系的认识呢 是非常的清晰的 即便是拜登上台 中美关系呢 虽然可能有局部的改善 但是整体上呢 不会有太大的调整和变化 拜登在关税和贸易问题上 或许对中国缓和一些 在应对新冠疫情反恐 以及气候变化上呢 与中国进行有限的合作 但是因为拜登呢 是显慎 他必须对美国的鹰派 做出妥协和让步 不会对中美关系呢 做出特别大的这个调整 面对中美关系严峻的现实 中国必须 对吧 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 这个对内兼职改革 对外扩大开放 更加的这个融入到全世界 也让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呢 加速的融入到 这个中国的市场中来 那么这样呢 中国的中国 会成为世界的中国 也就呢 不存在什么脱钩的问题了 那么这个呢 是我的看法 对于今天讨论的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